我们很荣幸获得这次 结出赏试公司大奖 也非常感谢筹委会 颁发这个大奖给我们 香港、内地 以至全球的企业 大部分目前都面对 利息高企 和地缘政治秩序波动的影响 正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 我们这次获奖 特别演得难能可贵 力宝有限公司在香港经营了数十年 一直信誉良好 容許我引用我们的集团创办人 李文正博士一句话 我们力宝没有什么可以能够买 除了我们的信誉 和我们对我们业务的热成 这次获奖是对我们数十年努力的一个肯定 我们的同事都觉得非常兴奋 力宝集团一直都是从事多元化投资业务 可见将来仍然会继续这个模式 值得一提的地方 我们集团的主要长期战略之一 是建立一个泛亚洲医疗平台 由于现今的科技进展速度很快 在亚洲吹成一个强大和互联的医疗生大日董 的发展是很有前景 目前十年已经在区域医疗健康领域 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在在印尼拥有经营40多家医院 由3700多名全科医生 专科医生和牙医 以及8000多名护士和医务人员提供服务 我们仍拥有自己的医学院和护士学校 同样在缅甸集团和我们的策略性股东 拥有和经营七家医疗的设施 其中包括三家医院 在新加坡我们也拥有最大的私人诊所网络之一 超过有100多家诊所 此外集团与战略合作伙伴 正在中国建设、营运三家医院 即是在深圳的太子湾、江苏省常熟市和毛锡市 其中江苏省常熟市的医院 已经于今年下半年开业 深圳太子湾医院与其业会明年开业 未来我们会专注于建立一个 以科技为基础的泛亚洲医疗健康病态 增加在医疗科研、科技的投资 以及人员的培训和交流 包括与国际知名的机构科研合作 期望能为股东带来一个满意和持续性的回报 并为连接国家的社区提供一个优良 容易获取和大众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在环境、社会和管治方面 力保亦会加紧努力 务求特到国际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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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